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第六章 第六章我就帶過書本裡面的內容 大概講線性轉換、基底變換、還有講過有質問題 那他這一章應該是為之後 像他... 其實我們第二章的時候有談過這個model Huffield Model 這個 那他會用在對Huffield Model的一些分析裡面 就是他的這個迭代的穩定性的分析 還有一些優化過程 也會用到這個固有型的這個方法的概念 那我就先提一點點 就是我自己理解了一點點這個 一個穩定性的分析這樣 好 那一開始就是講線性轉換 那先講轉換本身 轉換本身對我來講就是大概是一個函數吧 那他可以把這裡的這個xi 帶到它對應的y上面去 那你有很多不同的x都可以被轉換 那這些s他就構成一個幾何 你可以說構成一個看怎麼講空間 那有點像定義域 那他帶到的另一個地方呢 的幾何呢就叫做y 那本來你x跟y可以是完全不同屬性的東西 比如說假如說某個人他 A君他的bmi值是多少 那等於把這個a君的資料 然後帶到bmi就是這個數值這個空間 那b君b這個人 他也可以有他對應的bmi 所以描述x跟y這兩個 其實可以是完全不同屬性的東西 不過在這個例子裡面 他講說有一個像向量 他做了轉換以後 他還是停留在一面上 他可能還是個向量 那這個轉換算是一個特例 等一下我們很多的例子也是講這種特例 就是他x這個定向定義域的空間 跟他的對應的空間是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那線性轉換是一種轉換 他有一個特性就是說 拿這個平面上的 就是二度空間裡面的這個旋轉來看 他是說 如果說把兩個組成成分 例如說這兩個像量 你把它做一個角度的旋轉以後 然後再做一個線性組合 例如說兩個加起來 簡單的加起來 那跟你先做加起來這個動作 然後再做這個操作得到結合位 就一樣 那如果說符合另外還有一個這個條件 那總共兩個就是構成這個線性變換的條件 這件事情也不是必要的 例如說你去買 假如說一個巧克力 一顆巧克力 如果十塊錢 那你買另外一個巧克力十塊錢 那你買兩顆巧克力 這個例子可能不是很下當 不過兩顆巧克力把它加起來 你去一起買的話可能有打折 就不會是二十塊錢 可能是十九塊或十八塊 可是你如果說個別去結帳 你把它加起來 你發現說大概是二十 那這個可能就不是一個線性變換 線性變換就是符合這兩個條件 那它這裡是線性變換的定義 那至於你自己定義這個變換 它是不是線性變換 就可以做一些檢查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二維的旋轉 因為它會保持它的 像樣之間的夾角 保持線條之間的夾角 保持它的長度 所以它自然線性變換 可以去探討一下 那線性變換的這個表示 就是representation 有人說表象或表示 那它是這樣子的 就是我們說的這裡 照書上講的 這個vi是在這個s空間裡面的基底 我們說的基底就是說 空間裡面這些元素都可以用 這些基底做線性組合得到 那這是線性組合的這些係數 那它對應的 轉換以後的這個空間呢 裡面的非尼的元素 它也可以用它基底去組合得到 那這是算完備性 我理解裡面 就是說你如果說有組基底 那裡面的元素都可以用這些東西 組合起來的話 那這些基底本身可以掃過 或者說組成任何東西 所以它是完備的 可能不是那麼精準 因為數字上可能有更好 更恰當的約定 那這裡還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s空間裡面的基底 它做了轉換以後 它跑到y空間去了 那因為它是y空間裡面的一個元素 所以說它還是可以用ui 也就是y空間裡面的基底去組合出來 那這是一些符號上的約定 那我們來看一看說一個線性轉換 它怎麼樣去用這些這些東西來表示 這裡比較重要的東西當然就是說 你x這個畫體子x它在s空間裡面的這一個表示 就是你用什麼數字來呈現它 這個數字當然就是由著你選什麼樣的基底來決定 那一樣這個yi則是 y在ui這種選擇的空間裡面的表示 然後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就是這個轉換本身呢 它的完全會有這個a i j這些數字 也就是第i的基底到y空間裡面的時候 它在j的成分有多少來決定 那我們看看這些數字怎麼去 後來後面一個矩正的成本 那我們看一下 那你去做轉換 然後這個轉換線性的 所以你左邊可以寫這樣子 右邊只是把它寫開來 那你再把作用在vj這個表示呢 然後這個表示你把它寫下來 整理一下 比對兩邊的係數 就發現說可以寫這個式子 就是一個轉換完全可以由這一個 連立的這種線性方程式去呈現它 那我把這個式子往下抄 抄在右邊 那這個式子其實就等同於 左邊這個矩正成本 它是一個連立方程式 每條方程式就是這個rho乘以這個hallen 那再囉嗦一次就是 這一種東西裡面的核心的就是 你的在x空間裡面的表示這些數字 這些分量 還有轉換本身的這個數字的表示 還有轉換以後這些分量的樣子 那aij就定義了這個線性變換 那書上也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在平面上的一個旋轉 轉某個特定的角度 那我們剛剛看到說 一個線性轉換 重要的事情是 你先把你要被轉換的 或是被旋轉這個向量 它的分量先寫下來 就是這些mc 那你需要在它的這些基底 再轉換以後 在心的空間裡面的這些分量 就是這些a 那你需要這些東西 才可以得到你在轉換以後的這個分量 所以我們需要這些aij 那我們先看看一個基底 譬如說我們轉θ角的時候 一個x方向 然後它的長度11的這個東西 它會變成什麼 那轉了θ以後 就看到它可以寫成這樣 那因為這裡的x和y是同一個空間 所以都是 其實就是ui和uj 其實都是那些 就是平面的這個x和y方向單位像這樣 那這個可以這樣寫 然後它的第二個基底 做sica角旋轉以後 可以這樣寫 所以我們照它前面的這些約定 照前面這些約定 把這些aij寫好來 就可以得到這個阻證 那你今天如果有任意一個向量 那你只要在左邊把它分量寫成se s2 乘這個矩增 就可以得到它旋轉以後的分量 這樣子 好 好 那一拍來講 像這樣 這是x 轉以後它還在同一個空間 它是y這樣子 那這裡另外再講基底的變換 就是剛剛講說一個向量 譬如說x 或一個元素它x 它用基底表示的時候 它的這些表示的數字 它的分量其實跟你基底是選什麼沒有關係 那你關於主機底的時候 它的表示也會不一樣 好 那怎麼去把這個寫下來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說x 我不是用剛才的bi來寫 我是用新的主機底ti來寫的話 它的分量會改變 會加上一個 比如說我們講的 加一個prime 加一片 好 那這裡明確的指明一下說 我們用新的基底是什麼 因為新的這個基底 它還是在s空間裡面 它當然可以用完備性 你當然可以用v來表示 主要是這些tji 那一樣 你y這個向量這個東西 它也可以用w來寫 w可以用yj來寫 那這裡講的一些觀念 就是我看起來是 一般你們說 像以前我們學那個向量的時候 高中會講說第一種的觀點 上次那個我們的第五章的這個 講 講 驼拜還有講 類似的事情 就是我們高中講向量的時候 一種講法就是說 它是有一個長度 有一個方向 其實並沒有強調說 它的分量是什麼 也沒有講說你要不要選基底 好 那我們那時候談說 向量加法 就是用一些什麼 三角形法 音式跟形法 那我們講說成把的話 就直接把它拉長縮短 然後我們講說內積的時候 就講說長度長度乘以 它的夾角不在c卡 完全沒有看到什麼分量 這種東西 那另一種觀念是 你給它一個座標系 給它一個基底 然後你去描述它的時候 兩個向量相加 它第一個分量就是兩個分量 第一個分量把它加起來 這一類的事情 然後連內積都是用 可以用這種分量來表示 比如說V1 V2 它們就是我們熟識的內積公式 V1第一個分量 V2第一個分量架起來 第二個分量架起來 那我這裡講 拉里拉拉講就是說 向量這個東西本身 它其實可以說它 表示是跟你選的基點關係的 也就是分量跟基點關係 可是它本身其實是不變的 所以這個話題字就是不變的 然後我們看到它會替換的 用X'跟X來表示它 不過X就是X 那就這樣 那這邊有點太囉嗦 不好意思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 剛才的式子把它寫下來 就是我們在X空間 選的這個基底 就可以用跟原來基底的關係 把它寫一下 Y空間也是 好那我們看一下 原來的X 它是用新的 就是我這裡寫的 不好這裡應該是花底字 那它用新的基底來表示的時候 剛才講說這些新的基底 它是由原來的基底 可以用原來基底來表示的話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一些這些 Column的這個 就是指行行主證來寫 那裡面的E0000 那代表的就是 比如說V1 0100代表就是V2 那你把它寫下來 然後你會發現說 左邊這個東西 它其實就是 它其實就是 把X1' x2' 寫在右邊 就給整併起來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 一個 我這裡 我們就可以把 X它在新的基底裡面的 這個 表示呢 我們就可以用 B來把它連接起來 就會得到 X等於 Bx' B就是這個矩陣 好 那裡面的這個 T1 T2 T3 其實就是指說 T1這個基底 你把它寫成這種 直的 然後 它的這個 在U VI空間裡面 這個表示這樣 就把它寫成一個 Column 一個Column 這樣 這個B其實就是這個B 好 那這個 T1其實就是 這個T1 就是T2這樣子 那 在Y空間裡面也一樣 我們選了一個 新的基底以後 我們也可以用 W1 W2 來去表示它 這個每一個都是 一個Column 每一個直行的 矩陣 那W 確實的意思在這裡 也就是 基底用 原來那個 U來表示的時候 的係數 好 那 我們這裡就 剛剛講說 Y是 S 做了轉換以後 得到的東西 也就是 AX等於Y 這樣子 那如果我把 S 替換成 BX' 就把 S替換成 BX'的話 我左邊就變成這樣 那 右邊本來是 Y 那把它替換成 就是 W 這個表示的話 它就變成 BY' 就是BY' 這 會寫到下一頁 這好像沒有剪乾淨 好 那 這就是剛剛講的 好 就是 你把 AS等於BY 的SY 重新寫下 以後 去折到這樣的一個式子 那 把它 左右兩邊都 乘一個 BW的 這個-E 的話 那 右邊就沒有 BW了 那 左邊就會多一個BW的-E 然後把左邊這一整套的東西 寫成 A' A'的話 那就到這個式子 那具體來講 大概是 這樣子 好 我這裡可能講的不是很清楚 那就請大家再指點出來 那 優秀上也有 所以我 就繼續下去 這樣子 好 那一個例子 就是看看 剛才的 轉換基底這件事情 基底 換基底的時候 主要呈現在這個B上面 好 那 原來的線性變換 是在這個A上面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好 例如說 他選了 這裡也是一樣 就是 所謂的T1 T2 其實 應該就是W1 W2 他其實有點把 Y空間跟 X空間 就是你的 對應域跟定義域 是放在同樣一個 二維平面上面 好 那我們就寫下 B這個 矩陣 就造型 比較像是剛才的 這個東西 好 或這個東西 換基底 好 好 那一樣 因為你的這個 剛剛講說 T就是W 所以 你X和S'的變換 之間的變換 跟Y和Y不然變換 其實是一樣的 好 那 修正一下 應該說 V跟T之間的變換 還有那個W跟U之間的變換 是一樣的 好 那就把它帶進去 如果這個線性變換本身 是一個 Z角度的旋轉的話 那A就是 剛剛我們寫下 這個 然後左右 就照放 乘起來就變成這樣 那這只是好玩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算很多很多 矩陣的話 搞不好有時候 就會記一些小的公式 那 就是 你二乘二的矩陣 反矩陣的話 你就把 對角線這個地方反過來 非對角線成一個符號 然後這是行列性這樣子 你就可以直接去算它 不用去止 就直接算這個反矩陣 這裡角色講說 一個旋轉矩陣 它的表示是這樣 原來你選的基底是 這個和Y方向量和向量 你如果硬要換成藍色這個 基底的話也可以 那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它又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固有值問題 是說 你符合這個式子的話 就是一個 你說向量好 或一個這個 直行矩陣 它乘以一個 它做一個操作以後 它會正比自己 那這個正比的常數 我們就是固有值的 那能符合這種條件式子的 這些Z 我們就說它是固有向量 好 那你把它移向一下 你 右邊 爛打前面乘以一個 爛打後面乘以一個 單位矩陣不會影響任何事情 好 那 移向到左邊面這樣 那 這裡如果Z有 不是都是0的這種答案的話 我們天真的說 我們就兩邊去做反矩陣的話 那 反矩陣如果存在的話 右邊就是0 因為取反矩陣的話 反矩陣乘以0還是0 所以Z就一定給你 那你要有那種 他們說 不是顯而易見那種 結果 當trivial的答案的話 那 你的反矩陣應該是不能取的 那一個矩陣 它 能不能取反矩陣 就是它的行列式是不是 所以 你要求Z要有答案 就是行列式一定要給你 否則的話 一定會得到全0的答案 好 那我們其實就是用這個來去 常常就是用這個來去解 它的這個 固有值 爛打 那 那 行列式展開以後 它如果是3乘3的矩陣的話 爛打 通通就還是會升到 3次方 最高4方 那 2乘2的矩陣會升到2次方 例如說這邊有兩個例子 A如果長這樣 那你把它對角線上面去解爛打 然後行列式展開 它會得到這個 最高是2次方的式子 我們能解的 不用數值的話 大概就到3次方 所以它有特殊的形式 那 後來 其實更高4方的 就是用數值的解法 或者是 去丟到那種 像Mesmerita那種東西裡面去把 這裡 我們可以看到 爛打解出來 可以有虛數 所以這個 eigenvalue 是可以有虛數的 那 再來第二個例子裡面 我們也是一樣 對角線解爛打 帶進去 展開 那看到這裡的爛打解 會滿清楚 可以是-1 跟-2 那 你如果把-1 帶進原來這個式子 你去看一看的話 其實可以解除 你只能用A是一支的 給我 你是可以解除這個 Z它的 大小 那 Z這個東西 它 譬如說你今天解除 Z加順0.70 2 325的話 那你把它同乘於2 其實它還是 不有向量 所以 你的答案其實 不會被完全盯住 它會被定在一個方向上面 那你把它帶進去後 其實解解 它這邊解出來的結果 是10 那你如果把爛打能於-2 帶進去 你持續解出來的結果 是1和-1 好 那 這個 我就 這裡 意思對我來說 就是說 不有時可以是負數 complex的 那 它也可以 當然我們可以就著這些 時數或負數的 故有相量去 故有時去解它的故有相量 那故有相量它們也不是一定要垂直的 像這裡就沒有垂直 像這裡就沒有垂直 那 可以注意的事情就是 故有值 如果有負數的話 它應該就是乘對出現 因為你原來的方能是10 系數的 通常我們遇到的這種A 可能 應該是10系數的這種A的話 你這個故有值 應該是乘對 像這裡的共2 好 那這是它學長舉的例子 那 一些相關的事情 我這裡可能也是 就請大家指證 或者說 再看看 因為 就是一些 大概一些觀念 應該不是很嚴謹 不過大概 我印象很不對 有些這些東西 就是說 當然我們這裡講的 不有時問題 A是方正 不然你乘一個A以後 你的 你的數目不對了 像是分量不對了 那 你乘以A以後 你要回到這個 自己的整數倍 所以 其實要放一整 然後 你如果說 有不同的固有 的這個 向量呢 我現在想要問一件事情說 那把它們做先進組合以後 它們固有值不一樣 那把它們做先進組合以後 這還會不會是固有向量 那通常是不會 因為 你 你把一個固有向量 去做A這個操作的時候 它會等於是拉長或縮短某個倍數 那固有值不一樣 就是這個倍數不一樣 如果說你今天有兩個向量 一個指向這邊 一個指向這邊 那它的 eigenvalue 是三倍 它 eigenvalue 是兩倍 你先把它做一個組合以後 那 現在 做了 A這個轉換以後 一個拉長三倍 一個拉長三倍 那個方向應該會偏掉 當然 裡面就有很多特例 例如說 那萬一兩個固有值 是一樣的怎麼辦 或是怎麼樣 不過那 那我們就可以討論 或者也有 比較嚴格的證 大家有這個 感覺 那 固有值最多 N乘N的方正最多就N個 大概 這一點就 不細長 大概延伸上面這些東西來 那 固有值可以是負數 我們有看到 那 對正的矩陣 你如果是去看的話 可以證明說 它固有值是時數 而且它的 那個 固有向量會是垂直的 那 固有 解固有值問題 有時候會被講成說 是在做一個 對角化這個動作 那 大概是這樣子的 拿剛才解完的固有值問題 負以10負2 有一個這個題目 負1 10負2 那我們剛剛也得到了 它的固有向量 一個是10 一個是1負1 那我們把它的10跟1負1 那 把它帶進去 然後 我們來看說 這乘起來會是什麼 那 會發現它被對角化 那這其實不是特例 記得剛才這個矩陣是說 你換 基 換 乘 換乘 這一個矩陣其實做的事情 有點像是 你換成 你的固有向量 用固有向量做集體來 表示你原來只有向量的時候 這個操作會是什麼 這個先變換會是什麼 所以它做的是這件事情 那這個對角化不是特例 不是一個特別的 一般來講 只會是這樣子 那 我們實際把它寫開來看的話 就發現說 B負1 乘A乘B 是AB 好 A乘B 因為B呢 我們可以去 用固有向量 把它 一個一個colour 寫下來 那這個動作就會等於這個動作 A可以沉進去 那 Z是A的固有向量 所以你就可以把爛打提出來 那 左邊你把B的負1 把它沉過去的時候 慢慢就會 變成一個對角化的一個矩陣 就是 我這裡把它 多幾句 鑼索幾句 就是說 那 這個矩陣呢 你賴卡P 乘到右邊去 方向右邊去 那這個其實就回到了 B矩陣 那你現在 左邊乘一個B負1的話 等於是一個B 乘在這 B負1乘在這個B上面 所以就回到 這個東西了 我看一下 維度對不對 我這裡可能寫 寫錯了 這裡應該寫成對角的 對不起 這裡應該寫成在哪一 這邊是一個對角的矩陣 我右邊應該寫成這個 不是這個 好 那 大概書上的 不有詞問題討論 看起來是這些 那 它的 摘要 就是 有線性轉換 線性轉換的特性 它也定義 然後線性轉換的表示 是很重要的 這是轉換 然後 線性轉換的特性在這裡 那 線性變換的表示 是很重要的 那它可以寫成一個 矩陣的呈發 變換掉 那 機體的變換這件事情 呃 夢寫成對它其實也是一個線性變換 那它也可以用這種 矩陣來表示它 那 一個固有值的問題 那 我們可以去 呃 利用這個式子 它的特性方程式 去解它的固有值 進而解 固有向量 你把固有向量 當成集結社會 一個套玩的特性是 呃 你的 呃 這一個 呃 A 矩陣 固有問題的這個A矩陣 本身可以為對角化的 好 那 我想就是 加一點點那個 呃 呃 我覺得書裡面 應該在最後面會 呃 想演 呃 我們這裡才固有值問題 然後 談向量 那 它會在書裡很多地方用到 包括說 書的最後幾張 把各種各樣的工具 在一起的時候 可以去談 呃 比較深入的 POPIO的 的問題 包括它的穩定性分析 好 那我就試著把 固有值問題 去 用在一個比較簡化版本的 那個 穩定性的分析上面 試試看 這樣子 好 那是書上提到一段話 那是我們課品提到一段話 它底下一個圖 這就是我們 第二 第三章裡面 就是 先勤勤談的 那它 呃 在這裡有一個 迭代的這個 步驟 就是 你不斷的把 進來這個A 然後 處理以後 然後 呃 再 變成AL 再處理 再疊代的樣子 那 最後如果能得到一個固有固定的數值的話 那它 是穩定的 那 我這樣講不太對 因為說 我們看看它最後疊了疊了以後 會不會能收遍到一個固定的數值 那 這裡 呃 式子顯得多 可是其實我是重複把一條式子寫成很多不一樣的樣子而已 那 例如說 呃 剛才我們看到這個 呃 每一個神經元呢 都是由 前面這個激發 得來的 那 也就是說 呃 這裡其實是十條的連力方程式 那 例如說 A1等於 一個激發 然後裡面可能 其實也是上一個時刻的A1到A10 所以 這是一個 你可以說是十個 隨時間變化的 十個變數 然後的 連力的方程式 這樣子 那 因為這裡 的這些 通常這些動作 不管是 sgmoy 還是 這裡的這種 呃 saturation的這個 呃 呃 函數啊 它通常都不是線性的 所以 我們就這樣講 說 呃 A其實是一個向量 好 那它有 就是說 N個變數 然後呢 它 可以由一個 這個非線性的 操作 操作在上一個時刻 A1到ac 那 我把兩邊都減 這個 好 at 兩邊都減at的話 那我這邊只是重新命名而已 我把 原來這個操作的 g 減掉 1 好 叫做f這樣 那 我把它 充出一個數字呢 叫做delta t 好 所以還是同一個式子 f就是重新定義而已 那 這裡delta t甚至可以是 嗯 這裡delta t指的是 t和 t加e和 t的這個時間差 那這裡delta t其實是e啊 所以也是一個單純的數字 那 把這個數字重新整併一下以後 把大f 到處於delta t 叫做f 好了 那你就得到這個式子了 好 那 我是這樣想 就是說當你疊代的這一個 嗯 這個操作 它本身沒有把它自己改變很多的話 雖然 delta t 是e 可是這其實在看 嗯 你的delta t到底大還是小 要看你整個變化過程 這個時間尺度 到底是多大嗎 例如說 一年 對我們人來講說 是很久 delta t 一天是很久 可是 就是 你對一個 數 數 對數的成長來講 謝謝 就是數的成長來講 就是一個很很很 不是很長的時間 你換個單位 可能 就有點像微分 好 就時間就很短 對不起 那個 好 那 你這個看起來像微分方式 那我們 就把它用 微分方程式來去 看看它有什麼行為 我們就可能可以去看 這一類的這種 疊代的過程 它 可能會有什麼樣的表現 或可能可以怎麼樣去看 然後 那 你這個式子 其實像剛剛講的 它就是一個 A 可以是A1到A N 好 或A3 我這邊舉3個的話 那它就是一個聯力的方程式 只是每一條方程式都不是線性 然後都自己的下一刻都牽繩到之前的自己的所有分量 這樣 就 這個可以大家再多看一眼 好 那我們這裡談的一種狀況 它叫定態解 就是到後來呢 你疊代疊代以後呢 它就不動了 它對時間 對時間也再不會改變了 所以它對時間微分是零 這種解 好 當我們說它對時間微分是零的時候 那個解 的特性其實就是 它自己帶進F0 它是零 好 所以它F 把那個特殊的解的A0 這個常數或常 固定的Const的這個 向量 好 那帶進F它是零 它自己是Const 好 那我們就想要問一件事情 就是說 在我們還沒有到達A0這個向量的時候 那 它還在偏離A0 有一點點 也就是A0附近的這些東西 它會隨時時間怎麼演進 如果說它隨時時間演進演進以後 就一直很靠近A0 那我們覺得可能不錯 雖然我們到無聊那個地方 那如果隨時時間演進的話 它會得到幾乎就是A0的話 那 可能 A0是想要的東西 或是一個固定的數字 也有可能它 經過幾個疊代以後 它跑掉了 總而言之 我們就假設 一個A 它是A0 再偏離一點點 這樣子 好 我們就把它帶進這個式子 因為畢竟它 要遵守這樣的疊代 遵守這樣的一個動力的過程 那 把它帶進去以後呢 就這樣寫 那因為A 它是一個常數加上 這個是C 那 就 常數就沒有了 所以 我們就基本上看C 那接下來做的事情就是說 嗯 F 這個函數 如果 它 呃 在A0附近 增加一點點數字的話 那 我們相信它跟A0差不會太多 所以我們就把它做 像泰克整開這樣的東西 做一個鏡子 好 那我這裡採用就是 我 假設 它 就是A1和A2 就是兩個維度 我們就特定 定定在這個 特定裡面 然後 你就 對它的那個聯力方程式 基本上是這一個 和這一個 然後 你就把它展開 展開 有點像是我們講的權威分 那後面還有一個超四項 就是比較多變數的 它在展開 那 你其實也可以把這些人T度 內積 不過沒關係 這不重要 那不是核心的事情 反正就是 我們得到這個 展開 那 這一個剛剛我們講說 A0它有一個特性 它是定態的 它是 steady的 所以它 所以我們得到了 它 等於它 這已經是一個線性的式子了 就是 它 會等於這個 我把這兩條式子 合併成一個矩正成法 就得到這一條式子 好 我們注意說 像這個數字是固定的 它有的是沿著 一和二方向 這個 F爬升的 這個 的 那個 程度 就是斜率 那 某程度來 就是斜率 那 它其實是把F 對 這個c1 為分以後 把A0代進去 所以它是固定的數字 它跟時間也沒關係 好 所以這四個數字 看起來 有一堆符號 它其實就是四個數字 我們不用去 呃 在意它 我們得到 我們就把這個東西 就寫成A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這樣的方程式 好 它 會越來越像是 我們 呃 固有之問題的那個形式 好 然後 我們 可以 呃 用 A的 固有之 呃 A的固有向量 去組成 剛剛所謂的B 然後看看它有什麼樣的作用 好 那 首先 剛才這個式子裡面 右邊只有A 那你就把它變成 好 這個 A負 B負1 插入這個東西 其實沒有印象的結果 然後 你再把式子 就是兩邊同時乘一個B負1 好 然後 我們把這個B負1 還有可C這個東西呢 這是一個矩陣 2乘2的 這是一個2乘1的 你就把它乘起來 好 我們先不管它裡面怎麼樣子 反正它乘起來以後 還是一個項量 好 我就姑且叫它SE YE 好 這也是好 B負1乘以可C1可C2 就是SE2 S2 這樣子 那 這個東西 B負1AB 好 就是 因為B 它是A的固有向量 弄成了這個基地轉換 所以剛剛說 它可以把它對角化 假如 它的這個固有值就是 這兩個的話 它會長得到對角 就是要對角化 那 現在這個式子的好處就是說 它兩個方程式完全沒關係 你就把它重新寫一下 就變成這樣子 就是SE值跟SE有關 S2值跟S2有關 都黏在一起的這樣 而且這裡 爛打1爛打2 這個固有值得解出來以後 這其實也可以解 它就是普通的這種 就是長位分的方程式 解出來 其實我把這個紙代訓看看 我會分一下 它就是 兩邊是一樣 解大概是這樣 這些 這個 我就說大概是這樣子 你前面再加一些 常數 就自己去加 它的解 這邊 就是 exponential的爛打1t這樣 或是exponential爛打2t 我們剛剛從哪裡開始 我們大概是去談一個 疊代的過程 它如果所以經過一些 這個換符號的樣子 變成小F以後 那小F它可以對應的算出 這些A矩陣 還有它的固有值 如果你們把這些東西 算出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談說 它的那些定態附近 會是什麼樣對時間的變化 那我們看看一些結果 記得 在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 AX1 AX2 它的解釋 exponential爛打1t exponential爛打2t 我們就看看 exponential爛打2t 那10部如果大於0的話 整個的東西 它會一直一直的變大 我這圖沒有放 沒有畫 那 其實就是 當它虛部是0 只有10部的時候 譬如說 想像它爛打1t 1t 就是 隨著時間 就是一直變大 指數的增長 所以這邊有一個圖 是這樣變大 這樣變大 那 如果說它虛部不是0的話 它會震大 正好跟 譬如說 我們搭以前 疏散 不管是電路穴 或者是 做緊按單擺 這種 或振動系統 它會 damping 那 underdamping 它慢慢的 會變成 正好相反 它是越來越大的 那 如果說我們的10部 是小於0的時候 虛部damping 它就是 指數的下降 例如說 exponential-3t 那這個東西 比較像 exponential-3t 然後 加上 例如說 2it 那如果這個看板 絕對不喜歡這個的話 你就把它改一下 變成 exponential-3t 波塞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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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多震動 那 這裡有一個例子是說 如果你的指數下剛好是0 指數 直部剛好是0 虛部不是0的話 那底下這個不用看 這兩個先不要看 大家看這個 大概就是一個震動 普通的 減波的震動 那這個意思是說 我們剛剛講 我們的 是做一個鏡子 是在這個疊代過程裡面 假設它那個變動很小 可視力很小的時候 做的 那真正 它稍微大一點的時候 它不會是賽 它可能會變形 不過它有周時性的時候 還是可以 還是可能可以有周時性 所以可能這麼東西 那 在這個 x1和x2這個空間 兩度空間裡面 它就有各式各樣的 那種結果 例如說 這個看起來 就是 它在 x1和x2方向上面 它都是指數遞減的 那 這個呢 它是 x1x2方向上面 它是 爛達的十部都是大於0 所以它會發散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如果放一個解 在這個定態附近的話 那 它慢慢的隨時時間疊代 它就會跑到定態去 那 steady state上面去 那 你如果說 在附近放一個解的話 那即使定態本身 不會隨時時間變動 可是這個 並不穩定 它就會跑掉 那 像這也是會跑掉的例子 這也是會跑回去的例子 這是會 收斂的例子 那 有些時候 一個方向有十部 一個方向有 有虛部 會有一點震大 另一個方向沒有的話 好像是比較會像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兩個方向上 可能都有虛部 不過對我來說 比較核心的事情 就是說它的十部 是不是在 會變小 這應該是十部的 都在 都是負的 所以它這個是 會收斂的 那這是 我講反 對不起 這是收斂 這是發散 然後這個就是 很接近 這底下的時候 可能是個橢圓 比較能用 我們剛才那種 線性的金字去寫 大範圍一點的話 它形狀會怪怪的 就像剛才這個東西 它兩個方向上 可能都是這種東西 不過基本上就是 周遲的 那這個也蠻好玩 就是說 比如說 當你一個方向上面 它是 例如說 你叫S1 是這個方向 S2是這個方向 它一個方向上面是 十部是大於0 另一個方向是小於0 另一個方向是小於0 一個方向上就會 收斂 一個方向會發散 所以你看它一直往 這個過程 它一直在往 這個方向上面 去聚集 它一直在往這個方向去聚集 可是在這個方向上 它是 離開的比較長 所以 這其實 你去看它的那個 F的樣子的話 可能比較像是一個 RM的樣子 好 那 這裡 我這裡也知道了 了解並不多 我們書上 到後來會有章節 會專門講這個事情 只是 我自己覺得說 如果 就是講一些 固有值的東西的話 比較 會看不到它 動機 因為它書上 一開始有提的 提的就是 連結一下 比較有意思一點 那 以後書上會講 李阿普諾夫 就是李阿普諾夫的 這個穩定性 我了解不夠多 不過看來是說 你如果 這裡是比較口語的講法 例如說 你如果偏離的 定態一點點 的話 那 在之下 接下來它也不會偏太多 那我們就說它是 穩定的 那你比較嚴格的講法 可能是說 你對之後的這個偏離呢 你要求它 小於一個 那個 範圍的話呢 你只要一開始的時候 不要超過某個範圍 那你能把它定出來的話 那就OK這樣子 那 進一步的 如果你是穩定的 你的範圍不會飄開太多 而且 不只是 如此 更順著 就是說你 隨著時間 你這個解還會趨近於 那個地態解人生 那我們就說它是 漸進穩定的 就是要求就更多一點 那不穩定就是說 如果你隨著時間 增長的話 它會飄走 譬如說這裡的這一條線 這一條線 那就是不穩定的 那這個下次穩定 就是說 你只要一開始控制在這個範圍之內 它後來飄一飄以後呢 它就不會超過這個範圍 這是穩定的 那漸進穩定就是它 性質又更 更 更穩定 就是說它 經過時間以後 它會慢慢接近這個 定態解 這樣 這個是隨著時間 展開以後的樣子 那在剛剛例子裡面呢 其實 會明顯看到這兩個圖的不同 這是時間 這可能是x 那你把兩個x都畫在一起的時候 那有人就喜歡把它畫在這樣 同樣地面上面 那 就看我們怎麼去呈現 視覺化這樣子 那這也是 這比較像是說把它不同方向的東西都放在一起 然後時間呢 那就是用這個路徑來表示它 就不明確標一個時間軸了 那就會有這三軸 這個跑掉的就是發散 那這個東西它跑來跑去不超過大圓 所以它是這個穩定的 那這個東西跑來跑去它會縮到定態附近 或是在定態上面 就是漸進穩定 就是我們這裡做一個分類 就是並不是什麼定理 就是說 如果這個路徑它是有第一個特性的話 就叫它叫穩定 有第二個第三個就叫它漸進或是不穩定 只是一個定理 或分類而已 好 那 那個里阿古諾夫定理是講說 我參考的這個資料 它提了間接法和直接法 那間接法的程度 其實我們已經做 我覺得已經大概講得差不多了 就是剛才的這些過程 就是我們去分析一下 你那個迭代的過程 經過一些近似 然後去看看說 固有值對它的這個收斂的影響是怎麼樣子 這應該是它所謂的間接法 就把非線性方程式在定態附近先線性化 然後再利用線性方程式判斷定態的穩定性 那這裡 線性方程式怎麼判斷 大概是我們這一章講的那些過有值的那些技法 那直接法呢 好 就是說 先定義一個東西 就是 如果在這個你的定態附近 有一個區域 你只要找到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它只有 你選定那個定態 它是最低 其他地方都比它高 或是選定那一點 它是零 其他地方 你的函數都是正的的話 那這就要離阿普諾夫函數 就是一個正定函數 就是離阿普諾夫函數 其實不是說很奇怪的東西 這樣 那 它這裡講的事情就是說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個V 就是一個正定函數 加普諾夫函數 那 你把這個B拿來對時間微分 做全微分 然後看看 如果說它是 一定都是負的的話 不管 這個裡面 區域裡面哪裡 去做這種微分 它都是負的話呢 表示說它隨著時間 會越來越下降 那 什麼叫辦負定呢 就是說 基本上它是負的 它有時候可以是 不用是負的 可以是等於0 它會跟誰是小於0的 那 你可以想像說 它隨著時間 它要嘛就是往下走 要嘛 要嘛就是往更小的數值去走 要嘛就是 留在原來的數值在那邊活動 可是 偏偏這個 所謂的離阿普諾夫函數 它就是一個 你要往下走一定是更接近定態 好 所以 你只要這個東西全微分式半覆定的話 它一走以後 要嘛就是 停在同等高線 要嘛就是 你往下走一定是越接近這個 因為它是正定的嘛 我說 這其實也一點 不太對 就是可能 大家會 嚴格要求一點的話 就是說 正定的其實不代表是 那個 那個 突的吧 所以它可能可以是這樣子 附近是正的 可是它可能還有幾個 局部的這個跡象值 那可能我這邊好好討論 那樣子 或者我就約定說 我這個 這個區域要更 更 好 這講 我這裡其實沒有討論很對勁 我就是 我看來一個大概的概念就是說 當它 權威分是負的 它會往下走 那 這是 但是 抵抵抗 抵抗 反而是正定的嘛 所以說 它往下走的話 可能就會找 比較接近低太人的位置 那 如果說 它是 一定是負的的話 那它就只能往下走 那走來走去可能就會 它不能停留在 一個範圍之內 它可能一直去掉往下 所以它可能就會漸進穩定 然後 最後 如果說 它是正定的話 譬如說 它一定讓 畢業約人大 所以它可能會跑掉 這樣子 好 那就 看原來這個圖 如果你選了一個 正定的這個函數的話 然後去對它做權威分看看 看它會有什麼樣的性質 如果說 你發現這個區域裡面 既不是正定 也不是負定 也不是半負定的話 那就 不代表它收斂或不收斂 也許你該重新選一個 你能討論的V 這樣子 因為它沒有給你更多訊息 太多訊息 那 這裡 你 例如拿這點做開始的話 它 如果是正定的話 它就會往上跑 所以說越來越遠 那它如果說是 負定的話 它就會一直往下走 那它如果說是 可以是零的時候 它其實可以 某種程度上就是 在同樣的高度上面跑 就它會維持在跟定態附近的範圍 而它不會一直跑到定態上面去 這就是一般的穩定這樣 好 那我講大概就這樣子 就看大家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這是你前面有些引言說 他說想要討論說 經過很多迭代之後它在穩定對不對 那可是今天你後面討論的應該是 是不是已經 假設它是穩定了 然後再看它的 假設它已經定態了 然後再看它的定態是 有穩定程度 是不是 所以沒有討論到它會不會收斂嗎 對不對 比較像是我 不是 就是好像沒有討論到 它的解是不是收斂解 因為 因為 我可以看一下你那個 方程是哪個地方 上面一點 對上面一點 對上面一點 好 這邊 對 嗯 還是 那一個 在下面一點 上面一點 好 像 像倒數第二號的那個方程式 是 它算是一個 不是 你有一個地方有講到它是 常微分方程 然後飛行星 好這邊 對 像 它這個方程式是常微方程式對不對 然後它是飛騎次的嘛 是 那 飛騎次的方程式的解 是定態解加一個特解嗎 我印象怎麼 飛騎次是一個特解 再加一個 加一個定態解 對 特解比較像是 比較 常常比較像是那種戰時性 也不一定 對啊 因為 因為我看你下面 開始推導的時候 是直接說 它是定態解 然後 看說 它的定態解附近 它如果偏一點一點 會發散 還是收斂 是嗎 對 定態 這裡的定態 是不是一樣的 這個 意思 例如說我們二次問他 是解出來的定態 會是震盪的 對 可能是震盪的 然後 它講的 特解 其實有些時候是 前面跟初始朝見的關係 那些東西 就是 可能有一個 我錯了 就幫我補充嗎 就是 我身上還有一個是 Decay 可是我如果 一個是 例如說二次回方式 一個是 沒有Decay的話 一個是 就是震盪節 然後 還有沒有特解 因為 你想 下一個 對 對 你 直接就開始從 定態節 開始討論 對 但是 A對 T尾分 等於0 是它的定態節 但是 A對T尾分的整個方式 應該是 你上面那個方法問題 欸 或者是 你現在這個倒數第二行 這個方法 倒數第二行這個方式 它應該後面會有一個 F of A of T嗎 你說 你說 對 它本來會有這個 倒數第二行 倒數第二行 就是這個 F of L F of L F of L 對 一般也是這樣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想 是 你的想法 是先從 它已經是定態了 然後再得討論說 它的定態是穩定還是不穩定 對 然後 對 對 那 對外能不能我程度來講 穩定是不是有一點點收斂的味道 我先 那我先不講這個收斂性 對 就是 我是在談 我講是它有一個定態經 然後我在談這個定態節 穩定還是不穩定 好 對 那我是想對我來講 它那個尤其是漸進 穩定 感覺起來就蠻像收斂的 然後這個定 可是就是我有大前提 是說 你已經找到它的 你只探討它的穩定節 對 它的確解 我只探討它的定態節 對 只探討它的定態節 但是它的確解 會有包含一個特解 那個特解 會發散還是會震盪 這要怎麼判斷 我不知道怎麼判斷 我是 是 我說 那個 就是蠻有趣的 是 我看一下 如果從那個物理的觀點來看 如果從那個物理的觀點來看 就回到前頭 大師要前世他那一段 講那個Huffield Network的關係 那從物理來看 Huffield Network是屬於一種 Detrack 吸引值問題 就是 人量低了 所以我們在剪那個 minima 然後 然後 後來那個 那個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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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pt Learning之副 他不是 發表 在很多年發表那個 Postman Machine 還有 引入熱力學 其實是 Huffield Model 在這樣觀念的一個 擴展 Postman Machine 基本上 他只是用熱力學 那個 人量最低 來看嘛 來看這個問題 這是以物理的觀點 來看這樣的問題 那他剛剛講的是 是以部分數學的觀點 來找 一個 穩定性 但是 但是我要強調的 就是說 如果我們 我們 人工智慧追求的是 解密 人腦的智慧是什麼 而不是 只是 以現有的數學去把它運用到工程上面 上面上面 在 在 生物腦上面 有一種現象 好像叫做 英文我也忘記了 那種 叫 Ever Launch Neural Ever Launch 就是 他在某情況下 他會 Burst 變成 Power Sealing 他發現是 感覺像整個 發散 那 有些人 推認 這一個字 是 跟意識 有關系 跟意識 有關系 在 我們通常 看到 就是 要去求一個 穩定的 一個 最佳計 可是 在 生物腦上面 我們卻發現有一些狀態 他是 Chaos 他就 比如說 有一個 Critical Point 他就會 越過 那 這是 目前來的 沒有一個很清楚的 有一些假說 有一些理論對話 但是 他實際上 到底是什麼 沒有人很清楚 比如說 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 震盪 同步震盪 在哪 其實 New Network也會引入這樣的概念 比如說 現在主流Deepleming 完全沒有在討論 這種比較 物理的問題 現在我們看做物理也都是在做計算機的 物理做人工智慧也都在做計算機的 沒有在做物理的人工智慧 有 但是 少之又之 那 物理的人工智慧 在早期就是在探討穩定性的問題 跟不穩定的 KR值 跟所謂的那個 Complex Dynamics 複雜系統 其實你講的 所謂的物理能量智慧 就是像 波斯丹的母訊 或是說他不有這種東西 在探討他的物理特性 就是神經網路的穩定態跟不穩定態 還有各種 就是他其實是把Complex System那一套 用在Neo Network上面 就是FIT 實際的Brain 跟Artificial的Neo Network 這種Chaos的狀態下面 他的各種不同的情形 我記得你剛剛畫很多圖 各種不同的狀況 那一門學問其實是在看 尤其是上面的那個 第三個 左邊手台第三個 像這樣一個 看 Neo Network 考論動態系統 你會看到很類似像這樣的圖 很多 那要剛剛講 這就是 在神經網路上面 我們現在都是以這種 基本上是像先進代數的方式在看 Neo Network 那 可是 其實有一些很複雜的 真正在 Neo它會有同步現象 就是它不同group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 你今天看到圓形的東西 會有一群的Neo 會開始treat 就是發射 那 看到圓形的東西 剛剛講 紅色的東西 圓形的東西 圓形的東西 會有另外一組 Neuron Trigger 那這兩組的Neuron 會開始同步 那這時候你 方形的東西 看到方形的東西 這組神圓就完全不會動 所以就只有這圓的跟紅的 他們有連結 所以他們會開始產生同步現象 所以你會看到 這可能是目前 deep learning 比較少在探討 就是說你會看到一些 比如說 我剛剛講是圓形跟紅銀 比如說 我們從紅色跟橘色 中間的顏色 它中間有overlay 你會看到一個 這例子可能不是很好 比如說你看到一個形狀 它既有點像圓又有點像方 那你用deep learning 如果用分類問題 它基本上一定會分錯 它可能會分到方的 或是分到圓的 或是分到一個完全 讓你 surprised 既不是分到圓的 不是分到方的 所以它的形狀是既圓 又有點方 這是人看得出來 你無法用正確的語言表達 但是你會知道 看起來有點像臉 又有點方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以deep learning來講 它的news可能會 比如說是sicmoid的話 它就是曲靜一點 到曲靜一點 但是其實人的神經 是可能看到的東西 它是震盪的 神經也會震盪 然後共振 就是說真正的現象 遠比我們現在deep learning 要討論範圍大非常多 它還有很多 好 帶explorer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比如說我昨天在貼了震盪神經網路 其實就是在討論 它不是一種神經網 它是指這一類 它引進了震盪的原理 同步的原理 在new network的model裡面 比如說spiking neural network 其中有一派 叫做PCN ParseCouple Neural Network 它就是把spike跟同步的現象 整合在一起 就是說它spike來的時候 它會跟這個spike做同步 所以它的weight不會是 always固定的 像我們這個training完之後 always就是固定 那像PCN它還為了就是說 它甚至有像之前reforceCouple Neal 它講的那個HPAP Trance 只有在這個期間 這短時間內有效 過這時間 它就不有可能 就是以前有很多人在研究 可是重新第三次neural network起來之後 反正這一塊就幾乎沒有人在看 就在看的 基本上就是 就是 基礎的Bestetron CAN RM 各種不同的變體 這扯的有點遠 那 那 同樣在這個問題 有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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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el 模特兒 來講 它最早期 思考來源 這種物理的那個 tractor 吸引子問題 引發出來 自選還有那些 對 對 非線性 它的應用本質上是應用在一個 man-room mapping 就是 不同的 東西進來 比如說 圖啊 進來 它會 有點像 那 如果你應用 要講 類似像SPM 或是SOM 自組織印射 它 它 在看說 進來的東西 跟以前學到的 就是 merry之間的相似性 它 在應用上面 是這樣的管理 那這一章裡面 基本上還是主要在講 後面章節 它所需要的 線音帶出的一些數學基礎 這部分數學 如果你沒有時間 你先重新去 或是沒有新重新去看 你先 學了那個 線性代數 學生時代那個 你可以看 Deep Ending 有一張 有一張也是線性代數 那有一張是 記憶率 還有一張好像是數值分析吧 那前面幾張也是 在 講數學的東西 那有一些東西 兩邊沒有 overlap 可以 可以幫你refresh 不邊的一些 忘掉的數學 感覺說 就拿Keras 來做那種分類 什麼東西的話 會有些課程 其實這個 不知道現在無所謂 但PCA的時候 會 就是要知道這種事情 很多時候 不知道 大家就噗噗噗噗過去 然後大家也都會 Keras 就是說 你如果是 用來做快速開發 它非常好用 它基本上就有點像 如果以我學生年代 就像在寫basic basic程式語的一樣 它 就是相對的很直觀很容易理解 是如果說 你今天 我隨便講 你implement了一個 這個transfer function 那你就 沒有辦法用Keras 你就要自己做 你要Keras也鬥 因為很難鬥得出來 好 那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 謝謝 謝謝